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兄弟要拜 得起祝要拜 那每一个拜的过程到底该拜些什么 那包括工作有多高多低这些 你都知道吗 拜的时候该讲些什么样的词 当然有一点 那小孩是不是千万不要让他到处跑 如果到处跑东冲西撞之下 会不会出现一些什么灵异的现象呢 好 除了这个以外 更重要的点就是这个月你会发现说 是不是听起来那种灵异的事特别多 是因为犯了禁忌吗 是因为乱说话得罪了好兄弟吗 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好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 真的发生了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 那又该怎么办呢 好 今天在节目现场 为您要请到一些特别来宾 从每个人各别不同的经验角度 还有专业的角度 告诉你怎么样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中元节 OK 好 来 一开始为您介绍 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 周边第一位资深媒体人 李志伟 五哥好 大家好 民俗专家 计刑俊老师 大家好 智商副影师 卢美文 五哥好 大家好 护理师 张婷玉 女主持人 大家好 我刚刚讲 对 在这个月你会看到很多地方 大家都在拜中元普渡 包括拜普渡公 拜好兄弟 但志伟 小孩真的不要让他到处跑 尤其拜拜的时候 是 那我先讲 我家社区是明天要拜拜 每一年都要拜 那我们那是大社区 我常常看到有一些小朋友 爸爸妈妈到底有没有在教他 就会跑到那个供桌前面 法师在那边送经的 跑到那边跑来跑去 我都好替他担心 因为网友在讲 第一个网友是说 他是看到 就是他们在普渡的时候 那有一个妈妈牵着一个小孩 跟他要一杯水 结果后来一看 不对 这个人没有脚 大白天看到阿飘 而且是妈妈带小孩来 那他就说 那你要水 你要什么水 他说 因为你们拜的都是酒 我的小孩要喝水 小孩不喝酒 对 他不能喝酒 所以可不可以给我水 就拿水给他 所以我也明白了 为什么我们拜拜的时候 其实社区都会提供水 因为可能也有小阿飘 或是不喝酒的阿飘 在这一个就是刚刚五哥讲的 就是我刚刚讲 小朋友真的你不要让他乱跑 那这个故事就是家里也是在普渡 那小朋友就跑来跑去 在供桌前面 像我刚刚讲的一个状况 结果在当天晚上 这个女网友她自己讲 她说她的小孩就突然发烧了 赶快送医院 送到医院去之后 医生的答案也蛮妙的 医生说这个是不是烧很久了 没有 今天晚上才发烧的 没有 我看这个样子应该烧蛮久了 所以医生这样子的解释 让父母更担心 回到家里去之后 隔天早上又活泼乱跳 但是到了傍晚晚上的时候 又开始烧 而且是烧到那种可能40度 你会担心她会把头脑烧坏的那种 有医院跑到没医院 你发烧没有其他症状 那我们就退烧 而且白天就好 然后晚上就烧 对 所以妈妈也没办法 就只好带着上班 那去上班的时候 就有一个公读生 经过她旁边 又倒退路回来说 你儿子好臭 妈妈想说她有尿尿或大便吗 没有啊 没有 她身上有个臭味很臭 而且她就打量了她一下 好像看到什么样 跟她讲说 我建议你去庙里去一下 当然这妈妈觉得 这个屁孩公读生在乱讲什么 就不理她 我觉得这妈妈也蛮贴齿 一个小孩消十天 出炎 搞不好连医生都叫你带去庙里了 第二个同事经过她身边的时候 突然觉得一阵冷 说哇 你这边 经过你这边很冷 就让她看她全身起的鸡皮疙瘩 从手臂一直到嘎子 我整片了 这个妈妈才觉得说 好像应该要带她去庙里了 后来去庙里面呢 在收金的这些师傅或是师姐嘛 看到的时候也跟她说 哎呀 我全身起鸡皮疙瘩 也给她看她全身起的鸡皮疙瘩 那就跟她讲说 你的小孩有跟到不干净的东西 阿飘跟着她了 妈妈才恍人大悟 所以以为她的发烧 是因为这样子引起 才跟这个要收金的师傅讲说 小孩之前普渡 在那个供桌前面跑来跑去 破案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帮她收了金 然后跟这个跟着她的阿飘呢 商量一下 这是小孩不懂事 这个小孩状况才解除 所以有时候就是在这个 我们讲民俗月这个月份 很多事情是要宁可信其有 但是像小孩 他就在那边跑来跑去 这样子是好兄弟觉得说怎么样 你是要来拿我的东西吃吗 是因为这个要吗 很多小朋友 其实我们一般都会跟他们讲 就是说尽量六岁以下 小朋友不要带到现场 那原因很简单 因为一般小朋友 大概一个是在三岁之前 是最容易看到 再其次就是六岁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小孩子 有时候第一个他自治医比较差 然后第二个他有可能会受到 其他人的影响 然后再第三个他本身 小孩的原神比较弱一点点 有可能会受到干扰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说尽量避免 所以我们曾经也有遇过现场就是这样 有的小孩 你看他们在那边跑跑跑 看到你知道地上有时候会有那种烧 因为他们烧那个纸钱嘛 有时候会有一个小小的那个漩涡 这样在转 那小孩有的就觉得 就你知道就硬要踩到他为止 你知道吗 追着踩 我说后来当然你一看到马上要告诉他 那个不能踩 当然 那个是代表 那个每一个漩涡代表一个好兄弟 所以 所以他一定要踩到 就一定要踩到他 那你就像 你换个角度 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正在拿那个 你硬要踩到我手上 我当然我也会生气 小孩有时候在普渡现场可能拜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间就一直哭一直哭 那当然妈妈一开始是制止他 然后后来可是发现好像制止不了 那结果我刚才就赶快带过来说 老师帮我看一下这个小孩怎么样 那他可能正在跟我讲对不对 老师你帮我看一下 他后面还没有讲完 他就发现我没有在看他了 我已经在看旁边 他就觉得很奇怪 我怎么 老涵你协事吗 你为什么要看我旁边 后来他一讲完我就转回头来 我跟他说 旁边那好东西说他在跟他抢龙眼池 蛤 真的吗 他说你不相信你挖他嘴巴 他就嘴巴这样给他挖 一个龙眼池 他是真的跟他抢龙眼池 后来跟他讲一下说 不好意思 因为小孩子真的不懂事 不然的话 他就说那不然我回去 多拿一些贡品出来 他就回去最难 还好这个事情就这样就处理掉 所以有时候其实现场这些不可控制的事情 我们会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比如说我们也会建议说孕妇尽量不要到现场 普通那个棚里头可能很闷热 那有孕妇在里头加上味道什么 他可能会觉得不舒服 然后第二个人多 有时候一挤 那个桌角或什么 你要不小心撞到 可能会有危险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他 最好准备一条红线 把他肚子上 那当然一般人家看到 也有就会稍微注意一下 那当然好兄弟也会稍微注意一下 那因为毕竟现场我们是 这个对他们一种 这个饮水思源的一个想法 然后所以才会做这个普渡祭祀的动作 所以他会互相那个的 老师刚刚一开始有讲说 因为周恩普渡在这一整个月里头 其实几乎大家都在拜 可是有讲说 大家都知道要拜好兄弟嘛 拜普渡公啦 那也有拜地基祝 这些都有 可是拜其实是 包括念的词或是拜的那个方式 不是完全一样是吗 像比如社区普渡或什么 他有时候会很一大早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拜 那但是一般来会选择 早上的11点之前 那如果你不是在早上的时候 那有些家人可能家里头拜祖先 或什么他早上11点之前 他有可能会拜完 那下午大概2点以后 我通常都是2点半以后才开始处理 然后一直到大概5点之前 那前面基本上就是拜普渡公 你就想象就是说 现场有维持秩序的人 最大的那位就叫普渡公 那其他的好兄弟就是负责 就是维持现场的秩序 拜完之后 那我们东西可能拿回家里头 晚一点点 大概差不多 因为一般普渡的时间不会太长 那大概5点左右的时候 我们就拜我们家里的地基祖 5点左右 5点左右就拜家里的地基祖 那很多人会 现在有些人会说 就是地基祖一定要什么 住宅要多矮 要怎么样 其实不一定 那我必须这样讲就是说 所以地基祖指的就是说 可能这块这个房子或这块地 以前原本住的那个主人 他可能对这个地非常的执着 有这个执念 所以他即使走他还是不愿意离开 他还会一直待在这个地方 那就可能成为这个地方的地基祖 所以基本上来说 早期的时候 台湾是因为有矮林 就是你知道高山主 有比较矮的 所以大家会认为说 那个好像身高 只有大概100到120左右 其实基本上来说 以林来说他吃东西 他也不是旧身高来吃的 所以我们曾经也有遇过 那种在录影现场 我们真的是录影 那录到一半 那回去之后 他们在捡袋子的时候发现 有个小孩子 但是他大概飘在120公分左右的 镜子的位置 然后他们就觉得 小孩怎么会那么高 当然不是 他看你们在看什么 所以他就硬要起来看 所以他就飘起来看 所以基本上他不一定是 一定就他的身高来决定 吃那个东西 所以大家不用太机会 那当然我们基本上准备 如果家里头 有的家里头像 有长辈我们准备的话 他们就真的是三参四果什么 他东西都会准备得很齐全 但是如果观众朋友 你家里头比较忙 你也没有很多时间的话 其实最少你要准备鸡腿便当 你可能要拿两个碗筷 然后两双筷子 很多人会认为好兄弟 是不是一定就是一个 其实不一定 因为我们也会有人说 有遇到地基组跟地基婆 所以我不敢跟你保证 你家的地基组一定是单个 还是两位 所以通常我会跟你讲 为什么准备两个 准备两个 里多人不怪嘛 所以基本上 那便当是要一个还是两个 便当没关系 大家可以一起吃 对 可以一起吃 OK 但是你说各行业都会拜 在我们的 台湾的民俗信仰 大概就是这个样 我不想 天忆 医院一定会拜吧 会啊 都会拜 你们会拜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的 包括礼俗 或是拜的供品里头 有没有特别的一些 有哪个要哪个不要的 基本上那种旺旺 就是会旺的东西都不能拜 旺旺 碰礼 什么C的这样 因为我们CPR开头就是这个字 每天做这件事 这样是不是很可怕 因为有时候家属会一起 一起跟我们一起拜 他会提供 那有时候就会 还是会有这些东西 那我们这种 还是我们礼貌上 也是会收起来一起拜 但最后是 希望大家带回家吃 因为像有的同事 就比较不信邪 就是一定要在上班的时候吃 一吃当天就会很忙 真的 对 所以你们也是拜完以后 大家分一分 然后会提醒他们 一定要回家才能吃 就你家里忙没关系 医院不要忙 因为你回家再怎么忙 也是那样的 医院 你在医院会 波及到旁边的同事吗 老师这个东西 像不能够在现场吃 基本上连拜 他们其实如果能够不准备 他们都会尽量不要 包含 除了医院以外 警察局他们也不用 然后消防队他们也不用 这个都是他们比较忌讳的一些东西 OK 但 晴宇 尤其这一个月 在医院里面会不会 就特别会有一些奇怪的事 因为其实现在 晚上都会 医院其实某些地方 没有人的地方也是会关灯 节能减碳 你偶尔会看到 怎么会 过去 但我们就想说 是不是有值班的人员或什么 但我们也不敢再多去看一下 因为其实心里也是毛毛 就赶快离开这样 那像我有一次是遇到 我下雨天下大雨 就穿着雨衣 然后大家其实知道 我们还要刷卡嘛 然后就赶快 其实我那天快迟到 跑跑跑 就去刷卡 BB 然后在大厅那边 但是我一刷完卡 听完BB之后 听到后面有脚步声 哒哒哒哒 就离开了声音 但大厅只有我一个人 我当下我其实真的吓死了 但是又男生嘛 故作镇定 走得快一点 装什么坚强 走快一点 但我差点滑倒 吓死我了 我以前其实也在医院工作 我还记得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 真的就节能减碳 晚上都会关灯 我那个直晚班 有时候 这个月就会出现一些 明明我们东西就放在这 可是他就移位了 然后我就很惊吓 我就问护理师 护理师都是姐姐吗 可是他们很勇敢 我说怎么会这样子 他就说没有关系 你不要动 有没有跟我解释 那同时当然我们在门诊啊什么也蛮常有在这个月有比较多人会有这样的现象 其实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在鬼月的时候 就开始频繁地梦见前女友 其实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在鬼月的时候 就开始频繁地梦见前女友 而且一直梦到 而且他就整个就没有办法睡觉 其实我大概知道他们的故事 他跟他前女友有什么特别的 他劈腿 然后后来前女友就整个人都很恍生 很崩溃很痛苦 不是自己亲身 是就是很恍生状况然后出车祸 所以走了 走了 所以他一直活在懊悔中 那有一年鬼月他就一直梦到 他都没有办法睡觉 工作也都受影响 然后还跟我说什么 他就是一直听到前女友在跟他说话 还看到我们心理治疗的马上直觉 就是换听换视 马上帮他挂号 结果他看诊看一看 这个我们那个医师就问他说 那个前女友的事情 有没有给他办法会 我听到我吓一跳 医生不是基督教吗 然后再跟他的病患 精神科医师在建议他的病患 问他说有没有做法会这样子 然后我那个朋友说对 没有做法会 然后他就回去帮他的前女友 做法会就好了 然后就很意外 我就回去问我医生说 这个我们精神医学不是科学吗 医生跟我说 没错 我们这是科学 但你看我们在医院 是不是常常要汇诊其他科 我们要汇诊神明 对 用宗教的力量 这是汇诊的概念 是的 因为他知道说 我这个朋友家里是拜拜的 虽然医生是基督教 可是因为这朋友家里是拜拜 所以他也会说 依照他的信仰 让他比较安心 是 他还真的就没有再换天换天 连吃药都不用 OK 刚刚谢老师在讲到地基组 印象我之前有一个同事 他就在鬼门刚开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医院还没普渡 七月中早还普渡 刚开的时候 就忽然跟我说 他一直看到地基组在走来走去 他认识地基组 我想说 所以你怎么知道他的地基组 所以他现在在哪里 就我现在我也不知道 自己该不该动 他说其实我已经看到好几天了 我想说 那不然我们跟主管讲好了 也没办法处理 结果主管一听到也非常重视 马上就是跟地基组报告 报告说 好我们哪一天要普渡会一起拜 请稍后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 原来很多事情 还是都会发生在我们征所医院 但是某人刚刚讲那个概念 我就可以接受 叫会诊 没错 对 那医院各个会诊 然后包括各个行业 包括宗教之间的会诊 其实大原则就是 就是让这个病人 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是的 OK 这个也是心理 我讲你只要心理 心理那个癌又能够放得下来 他还有很多问题 是可以解决的 可是在农历七月 这个有太多一些活动 夏小时 譬如 我们讲 有地方有抢菇 对 像我们基隆 在七月十四的时候 有放水灯 很多这一些 那整个那个花车游行 游行完以后 会到那个八德子 往海上那里 把水灯要往外推 推得越远越好 很多 可是你去看这些活动的时候 他有没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 或是有没有一些什么禁忌 看水灯一般来说的话 通常你就要注意 因为有些小孩子会觉得很好玩 有时候他会拿东西去丢 看能不能丢得到 大人如果看到麻烦 就稍微跟他讲一下 就对 就是砸他吗 对 第二个是 你知道有时候他们水灯在飘 飘完之后回来 飘 他有可能还会被 会飘回来 会飘回来 那一般以前那种东西 就是当做就没看到 或者是他们那个 那有小孩捡回家 这是很机会的 对 所以以前就像他们以前 有时候不是烧王船或什么吗 那有时候王船推出去之后 你知道到别的岛去 别的庙客赶快把它勤起来 你知道吗 因为有时候他是等于是把好兄弟 或者是 这个所谓的瘟疫的这些瘟神 把他送走 所以有时候怕他飘到哪里去的时候 是等于把他送走 那有些寺庙怕他到 我们这个岛上来 万一要是 变我们这边发生状况怎么办 所以你有时候 你会看到寺庙里头 他有可能会把那个王船 那个可能捡回来的 他放在里头再拜 OK 那抢菇呢 闽南语 大家如果习惯的话 有时候家人会 有时候你会听到人家讲 浩沟 两个字 基本上他原本上我们是指说 我们是孝敬这些孤魂野鬼 所以以前有时候真的人家 老一辈的人在骂人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是 有点诅咒的含义的时候 才会骂说 意思是这个 抢给你好狗这样讲 但是曾经有人在这种 比如抢菇的这个现场 你知道抢菇有时候这样 抢到的话会火气大 那尤其爬 爬很累 爬那个 那个油 曾经就有人就是在这个现场里头 我说弄到后面 算了 就是你知道 抢到最后真正就是输掉 他很生气 他就把东西一摔 让你拿回去好狗 讲这个话 但是这个基本上 如果你如果是自己家里头 不小心 你自己在那边骂来骂去 在那边玩 那他就不管你的 但在普渡现场 这些就是孤魂野鬼 就是好兄弟 结束之后 当然我们整车就开回去了 回去之后 大家各自解散之后 大家骑车开车回家 就在回去的路上 这个骂的这一位 在路上就发生意外 就走掉了 这么严重 没有补救的机会 好兄弟跟人一样 有的人很好讲话 你讲怎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就没事了 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 万一那个现场 真的 那话 你有可能无法控制 所以观众朋友 有时候 可能在什么时候 私底下 那我们就不管 那一定要记得 好狗不是用来 就是说 那个东西给你吃的一次 是用来孝敬孤魂野鬼 OK 那其实每一次 在这种时候 都会请教到现场来宾 因为可能每个人 在你说成长这么久的经验里头 是不是 尤其在鬼月这个时候 有过一些 比较特别的一些经历 志文你真的 人家说鬼月撞鬼 你真的是鬼月撞鬼 就是在我结婚之前 我其实觉得自己有灵异体质 就是不是感应得到 闻得到 感觉到 甚至有时候疑似看到 我甚至很常睡觉的时候 会有那种被鬼压床的经验 然后什么鬼遮掩 鬼挡墙 都有遇过 那尤其在农历七月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电视台工作也很长 这个 关华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 五哥一定很常听说 就是几个有名的电视台 在巴德路的电视台 就是有人去录影的时候看到 明明没有在拍古装戏 居然有看到穿古装的那种士兵 然后在公布南路的电视台 对 也有嘛 就是录影的时候看到 那个上面不是都有灯吗 坐着两个人在上面看 大家录影 对 那也有在明权东路的电视台 也有过就是 有人就是搬道具 像刚刚那个护理师讲的 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听到 高跟鞋的声音 这种都太多了 那我个人是 有一次到美国去采访 那时候也是那是暑假的时候 去采访一个动画片 电影公司招待我们住 很好的饭店 四季饭店 那个时候也是鬼月 暑假嘛 那飞出去的时候呢 我们都在想说 还好我们现在飞出来国外 不用管那个 不用管那个阿飘月 但是就是我到了当地 就是我们要check in 进去饭店的时候 就看到有救护车警车 然后全部人围起来 我们想说怎么一回事 怎么迎接我们的是 这样的一个景象 后来就大概下车 听说就是有人坠楼嘛 那是坠楼还是亲身 搞不是很清楚 反正就是 已经当场死亡了 那我们就觉得 哇 没想到在台湾离开鬼月 那个念力还那么强 就是大家就面面相续 但是我们就 几个同业 我们就赶快进去check in 就各自回房间了 那我印象很深刻 他顶楼就是 他那个楼是15楼 四系饭店 那我住14楼 上面就顶楼 我的同业是住在13楼 那我们两个一起进去 同业是女生 我们一起进去电梯的时候 一进 他从地下室上来嘛 一进去我们就看到 有一个黑人的 他们饭店的工作人员 因为他穿的就是 饭店的制服 那进去的时候 通常外国人 其实还满亲切的 他看到就是如果是 别的国家人 尤其在饭店他通常会跟你点头 那甚至可能会问你要去几楼 就我们进去之后呢 他是两眼无神的 往上看 你就看到那个黑人 然后眼白很白往上看 我跟我同业就看了一眼 就觉得怪怪的 然后我们上 我们进电梯的时候呢 他已经按R了 那我是去14嘛 那我的同业是13嘛 我们就这样在电梯里面 都没有讲话 然后对方连看都没有看我们 那我们就各自进房间了 那我的习惯 我一进去房间先开电视 开了电视之后呢 我想先去洗澡 我在洗澡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他那个饭店 还蛮高级的 他是有 厕所是有音响的 我就开了音乐啊 再洗澡 然后洗洗洗 洗到一半 再洗头 突然我听到我耳朵 非常清楚说 Help Help 那是救我 帮我的意思 我就吓一跳 是上面的 是上面的广播吗 不对啊 它是音乐 怎么会有Help 这个声音 我就觉得有点发毛 头起到一半 我闭嘴 不太敢洗了 对 我赶快出来 浴巾擦 它包起来 那时候也不管 要不要吹头发了 因为当我呢 要拿吹风机的时候 那个灯闪了一下 我就叫了一声 赶快跑出去 跑出去的时候 身上其实都没有穿衣服 因为很可怕嘛 对不对 还好是自己住 但是这时候电话响起来 我就吓一跳 这时候谁打电话来 结果一接是我的同业 他说 最后你赶快看 开电视 我说我电视是开着啊 你要转到他们的 当地local news的channel 新闻频道 对 我就按一下就看到了 就看到是我们的饭店 然后下面 就是那个 有采访这个新闻 breaking news 然后上面就有一张照片 他是自杀的 然后那个照片 就是我们在店店看到的黑人 而且就觉得 他好像在盯着我们看 结果我就跟他说 不要看了 应该不是 然后他就说 应该是 那我就说那你一定要这样子吓彼此 我们就把电话挂掉 然后这时候敲门声 我衣服穿好了 衣服穿好了 就敲门敲得很急嘛 打开来看是我的同业 他就吓得花容失色 我说发生什么事 他说我刚刚跟你说 是他一定是 我说为什么 他说他跟我挂掉电话的时候呢 他从他的 他就是直觉往落地 他是落地窗嘛 往窗一看 他看到疑似人眼的东西坠落 然后坠落的时候电视突然 他关掉了 电视突然打开 又是在报道那个新闻 然后他就大叫 要把电视关掉 电视关不掉 把插头拔掉 电视采取掉 他就冲出来了 他跟我说 一定就是他 我们遇到鬼了 我们遇到他飘了这样 所以后来我们两个 就下去跟柜台说 有没有房间可以换 就是我们不想要住在 你住在这个饭店里 你不管换哪一间 他一定都找得到 换低楼层一点 换低楼层一点 高楼层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这个事情其实 虽然已经过去十几年了 但是在我的 然后里面就是 那个黑人的样子一直存在 但我们就想说 我们是来采访 也没有要害死他 就是希望他就是这个 如果真的是他 就是那个RIP 就是不要来找我们 不要来找我们这样 可是老师 志为他们已经很礼貌了吧 对 他们看到那个也没有讲什么 而且也避开了 就直接进去了 也没有说些什么不礼貌的词 那为什么还会这样碰到 第一个就是好兄弟 通常他在刚走的时候 他那一瞬间 他其实他是不太知道 他自己已经走掉了 所以他才会再又坐电梯 跟着他们往上走 第二个当然就是因为 他们的体质的问题 所以其实也许在那瞬间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对方并没有意识到 说你们有看到他 可是后来当他发现 你们有看到他之后 他才会转而向他们 类似求助什么 所以才会有那个 他听到的声音 看到不断的 他可能也许那个电视机 关不掉这种情况 通常是因为我的磁场 跟他比较接近 有时候他会把一些讯息 能够传递给你 那其实他不用太担心 因为通常如果他还有后续的话 那就要真的要处理 OK 因为据我刚刚讲 说实话 因为有很多的电视台 都有很多像这样一些传说 没有办法 因为电视台 你想想看嘛 包括部落新闻会有一些凶杀 什么什么这些 拍片会有拍鬼片的 连谈话性节目都会聊到鬼乐的 很多像这样一些东西 多多少少 总是那个磁场 有时候会是这个样 我有一次在一个电视台也是啊 然后到那个电视台 因为那天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我就在电视台 然后那个楼层 每个楼层走走走 有电梯 我就有一层电梯我按一下 它大概是中间楼层 然后我按了以后 然后走进去等电梯 电梯门一打开 我走出去一步 我就决定回来了 你能够想象 电视台这么黄金的地段 或什么 你电梯门一打开 各位你知道看到什么吗 一个墓碑 道具啊 他拍片的道具 所有那些东西 就是一个墓碑 然后再来是一个墓 再来一个什么 他们就摆在那 不是 你们不能松一下吗 为什么要摆在这里 我才一看到 我就决定退回来 你告诉我 这怎么能够 不会有什么离异传说 这个磁场怎么会对呢 所以我就讲 没问题 第一个 智伟这件事情 十几年了 二十年了 他到现在立地在目 所以这些事确实是会 好不要讲说心理创伤了 但是它某种程度 确实是在心里面 会产生一些影响 你自己也有过类似的一些经验 十月这个已经是超乎寻常的经验 我们对超乎寻常的经验 当然会印象特别深刻 通常我们在鬼月 甚至在鬼月以外 遇到个案有这样的现象 我们都会建议双管齐下 当然是OK 一看医生嘛 二寻求信仰的帮助 我已经学会会整的概念 所以只要有朋友跟我遇到 类似的状况 有说遇到这种状况 像我今天有个朋友 他在某航空公司做了很多年 觉得在某一年有空难的事件 隔年的鬼月 他就开始会一直看到 就是罹难者 而且因为空难罹难者 比较没有那么好看嘛 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惊吓 然后非常非常的害怕 他上班也没有办法专心 然后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那我就建议他 就是赶快先去看精神科 开一些可以帮助睡眠的药 同时要不要去行天宫 搜金拜拜一下 后来他有造作 还求了平安福 就稍微好一点了 那我也不以为意 就继续工作 结果有一次 居然真的我自己也遇到了 我印象很深 有一年也是在 差不多鬼月前后的时候 我接了一个工作 那我一年大概有100多场演讲 我也不以为意嘛 就去 最奇怪的是我去了 各位这个季节 热的要命 我去大概降低了两三度 就进到那个机构里面 凉凉的 我想说这是什么 绿建筑之类的吗 什么就是通风特别好 一开始还没有特别觉得怎么样 开始讲课 就越讲 越觉得 整个呼吸到怪怪 有一点点像 有点小窒息的感觉 我想说怎么可能 是不是我身体不舒服 不对我昨天睡很饱啊 就再继续讲下去 开始有一个咽喉 这样有点 有点像我们有点微掐住 我没有到不能呼吸 但有一点微微的被掐着的感觉 然后那时候我整个人 就已经觉得很怪了 但我想说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坏事 所以没有真的太担心 当天晚上马上发生怪怪的 继续讲下去 开始有一个咽喉 这样有点 有点像我们有点微掐住 我没有到不能呼吸 但有一点微微的被掐着的感觉 然后那时候我整个人 就已经觉得很怪了 但我想说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坏事 所以没有真的太担心 当天晚上 马上发生怪怪的 我当天晚上在吃饭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感觉 不是我当下而已 我晚上吃饭就感觉我吞咽 不是很好吞咽 很难吞 我想说好可能太累了 过两三天还是这样 我马上看医生 而且我去大医院了 那个医生帮我检查 说没有任何问题啊 可能你最近比较紧张啊 好 我又再过了几天 跟我医生朋友吃饭 我医生朋友说 你这可能只是咽喉磨道了吧 再过几天还是没有好 我再去看一个医生 他再帮我检查 然后就问我说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 问者嘛 我就说啊 是演讲的时候 我已经讲了N次了 他说你去哪里演讲啊 我就跟他讲 他就看着我说 那你要不要去拜拜 行天后 对对对 他就问我要不要去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我就想说那不然我Google一下 我就是不Google还好 一Google吓死我耶 那个地点是以前的刑场 而且是死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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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多人的地方 然后我吓到我一离开医院 我马上去行天宫 第一次去 马上去拜拜 收金还请平安福 后来呢 真的后来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真的很神奇 我看了三个医生 但真的是吓到 夏老师 美闻这 就算那地方以前是刑场 对 那已经是很多年以前了吧 大家都知道 包括在台北 有一些地方 以前也是刑场啊 那一直到后来 还会有这样一些的影响吗 有时候好兄弟 他不一定会就是说 OK这个地方结束了 他就离开 总是会有一些 就是还是停留在那个地方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有些老医院 甚至有些老医院的这个 曾经有遇过那种 就是护士遇到穿的衣服 那个护士的衣服 是他们医院的护士的衣服 但不是现在护士的衣服 哦 哦 哦 其实我也曾经就比如说 7月份 也有医院就请我们去做处理嘛 处理的时候 你也知道我们去 我们会很低调 因为怕人家看到的时候 你怎么会 对在医院然后请了 对对对 我看到电器一打开 我看一下 我就往旁边侧一步 那后面的人就后面想说 哎呀前面人不进去 他就往里头挤进去 冲进去了 他冲进去之后 看我一眼之后 他发现 哎 老师 然后你知道 那马上就不一样 那为什么老师刚才不进来 然后后来一下到 我印象很深刻 应该是下去 大概到地下一楼的时候 就刚才讲嘛 电梯门一开 盾了一下 灯就按了一下 然后所有人的脸色就变了 这时候我也没有看到 我就转头看另外一个角落 然后接下来我出去的时候 所有人就跟我出来 我说你们不用那 他刚才就已经出去了 然后 后来 所有人再回到电梯门口 等电梯 所以有时候 其实有时候 其实一般来说不用想太多 你只要保持一个 比较开朗的心 那其实基本上来说 再加上一些稍微注意一下 其实是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可是刚刚一开始就讲 因为医院就是生死轮回最多的地方 所以田允你刚刚讲说 好在医院 第一个 农历七月的时候 在医院真的会 就是走的人会比较多吗 或是在农历七月的时候 然后我们常听过 就是说如果哪一个病房 有人走的话 什么要翻床 什么这些 在农历七月的时候 医院特别容易出现 像这样的一些 不可思议的东西吗 像我们在大节的时候 像那种过年啊 什么端午那种其实大节日 那种有在拜拜的节日 那种那几个日子 其实通常离开的比较多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病人来得少 那离开的就多 就是刚好 比例上 那像刚刚志伟哥讲那个电梯 像我有一个比较敏感的学弟 他也说其实 医院最硬的是电梯 所以他们也搭电梯 应该是吧 就可能像老师讲还没离开 还是习惯 可能他要去哪一楼嘛 又下来 就是 真的哦 对 像老师就说 像因为我之前进去电梯 他就跟我说你不要 因为我很喜欢靠边边站 他叫你不要靠 不要站角落 因为他说那些 好兄弟好朋友最喜欢在角落 老师是吗 我刚才不是说我在看角落 那一瞬间 那一瞬间 散了一下的时候 我在看那个角落 然后大家就说了 就突然间觉得抖了一下 说实话 我坐电梯我也觉得 在这角落 很怪 因为大家很常会就站在角落 就一直被挤进去嘛 就在角落这样 哦 OK 现在尽量我也都不站角落 是哦 OK 都没办法啦 自己一个人 人多应该也还好啦 对啊 你说的人多是 真的人多 真的人多啦 OK 因为我有时候比较常上夜班 那种自己有时候搭电梯 要去别的单位的时候 其实我就会开始 尽量站中间一点这样 那你们在医院的时候 真的在 有那种所谓的 舵高铁的传说啦 或什么 因为有时候急诊很急 然后这个病人 可能需要去加护病房 但真的没有病床的时候 可能会先去一般病房 那这一次遇到就是 他其实就是一个健保房 四人床这样 然后那个病人 就是先上来 先这边 那我们当然就会开始 注意一点 因为他是要转加护病房 可是他其实有生命危险 那其实我们都setting好 准备好之后 大概就 其实看生命真相都稳定啊 或什么 我们一快去忙其他 那后来 那一床的机器开始叫起来 那我们刚才马上跑过去嘛 一定是可能变差 或说 去真的 需要CPR 马上call医生过来 病床嘛 然后我们通常会有围帘围起来 那床头在里面 那围帘那边就是床尾这样 那我们通常会先推急救车 到床尾等医生过来 然后我们先会做一些准备 那医生一来 他就说 欸 家属不要在这边 赶快请家属出去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我比较菜 我就是顾旁边的 没有人 可能家属听到医生讲就走掉了 那开始CPR 那医生通常就站在床头那边 要插管啊什么的 他插到一半之后 医生又喊一字 家属不要在那边 赶快走开 然后我就 可能又爱那种 爱臭热 因为毕竟健保房 四人房 比较 可能家属进来看 你做什么 又看看又走 那我一看 好 没有人可能又走掉了 等插完管 准备好之后 生命真相真的比较稳定 给完药啊什么 换隔壁床的 开始叫 那因为隔壁床 其实原本是相对稳定 我们没有意识 他会有状况 脸色怪怪的 眼睛上吊 开始很苍白这样 一样马上开始 哇 赶快再去推机器来 赶快准备 然后医生又说一次 家属不要过来 但是他其实在角落那边 根本那一床都没有家属 后来我说 到底是发生什么 我说为什么 要医生一直讲 一直在讲家属不要过来 然后我们要赶快急救 但最后那床不知道是什么 因为好像是心脏突然揍 有问题 然后就走掉了 走了之后 我就 终于忙完了嘛 就开始 那医生要打报告啊 我说医生刚刚 其实我都没有看到什么 家属 你到底看到哪个家属 我们去 警告 就跟他说不要爱臭热闹什么 他就说 那个就是有一个穿黑色衣服的 然后就反正一直站在旁边啊 那就是在床尾那边 就是其实就在我们 家 医生在床头嘛 所以他都看到我们后面 他一直看到我们后面 有一个人在那里这样 所以他一直在紧到家属 不要离开 到底长什么样子 然后他形容完之后 我们发现其实是 那一床的前一个病人 刚走的病人 就是那个样子 就是那个样子 哇 听到当下其实是 鸡皮疙瘩就都起来了 因为我们有新来一个打扫的 那我们习惯其实病人走的时候 我们会消毒完 我们会把整个床垫翻面 那一天那个阿姨没有翻面 所以那个走的那个 一直觉得那是他的床位 可能还留在那边 那是他的床 然后有人可能站了他的床 就把他带走 不开心就把他 可能原本 而且原本可能是 旁边那个可能比较气 可能像老实说可能 原气比较弱 原本要带他走 变成我们这边救 一直在救 不开心就直接把那个弄走了 对啊 因为床没有被翻过来 对啊 第一个你没有翻 然后结果他一直觉得 可是好歹也是这一床位的问题 结果后来是 因为你们一直在抢救 然后结果他就旁边的那个 会变成这样子啊 所谓的死亡病床 就是医院里头有一些 这个床很奇怪 就是前面一个人睡上去之后 可能很快的 就比较轻微 然后对方就变严重 很快就走掉 那如果你不把那个 所谓的整个拆解 或者是说把那个床翻面的时候 怕他下一位睡上去的 会就会有影响 曾经也有遇过那一种就是 我遇过最快的看到那一次是这样 他是下午的大概一点多左右 他那个床换就是那个人离开了 离开之后 那个床空下来之后大概两点多的时候 就一个应该是小孩子 小男生就换到那一床 晚上大概差不多七点快到八点左右的时候 就听到哭声了 就是走掉了 所以有时候他这种死亡病床 有时候会特别处理 或者是说 有些像他们就会请我们去处理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 第一个像我刚才讲 不是在那个电梯里头吗 除了尽量不要站脚以外 那个旁边有时候 大家会习惯靠到旁边的那个 有没有 有个竿子 尽量不要靠在上面 老师那电梯里面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站 还有第二个是 有时候站中间 对 有时候你一靠上去的时候 你不自觉你就自己身体 不自觉自己会动 这样 那你就赶快往前站一步 因为你有可能跟他可能重叠到 你自己第六感直觉 你自己会动 他点要被附身了啦 那第二个是一般来说的话 通常有时候当 你如果听到人家说 那个哪一床那个的话 那那个床 我只能跟你讲说 你能够避开就尽量避开 因为我曾经有遇过一次是这样子 那个医院就是 OK 他的护理长打电话来 说老师可不可以来帮我们看一下 去到的时候 就是护理长 院长 还有那个科的主任都来了 然后好吧 那现场是怎么回事 原来 那有的大病床的时候 那可能是很 这好几床都是躺在同一边嘛 然后这一天呢 就为什么那个 是因为前一天呢 他们这一床的几个老先生 太太 睡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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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是半夜白天 所以突然间 他发现一个人 就从前面这样飘起来 然后飘在半空中 重点不是一个人看到 是这一排都看到 大家就开始那个 那医院没办法 要不你就是看怎么处理 要不就呢 好 那我们再去 进去之后 看完之后就出去了 我说不要在里面讲 我们就注意沟通 我想问一下 一样是这个病房 有没有前大概两三周 有一个病人穿皮衣的 然后男生 然后进来 然后没有多久之后就走掉了 他说有 有一个男生 大概进来 大概两个礼拜走掉 他进来的时候 其实是住院检查 后来在楼梯间摔倒 肋骨断掉 然后又加重病情 然后后来 因为病发症的关系 然后就走掉 后来没有办法 那怎么办呢 那原来就是说他 因为他还没有结婚 然后也 然后而且进来的时候 他只是想 我是进来住院检查 没有想到会一下变严重 然后接着走掉 所以他不甘心 所以他才在那一天的下午 白天的时候就这样 就飘出来 让整排的人都吓到 那后来我就说 那没关系 那这个我跟他沟通一下 沟通完之后 那其实我们现在不太 我们在医院里面 都不做一些处理 我们就很简单 帮他做处理好之后 你拿这个抨剂 就好像我们 虧成太多 分一分分一分 然后OK 然后就算把它处理好了 然后另外还有一床 也是类似那种 但只是他穿的 可能跟他那个不一样 不是黑色的 他穿红色的短旗袍 短旗袍 他只要出现在哪一个病床 那个病床 基本上来说 大概就是在两天左右 就会走掉 然后 他穿红色的短旗袍 短旗袍 他只要出现在哪一个病床 那个病床基本上来说 大概就是在两天左右 就会走掉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去的原因是因为 原来那一天早上一大早的时候 医院有时候一大早的时候 你比较年轻的就要负责分药 对 在分药的时候 分药的时候他想要 今天怎么那么早 那个那一床怎么那么早 就老先生怎么会有这么早 有个女孩子在前面 就是家属这么早就来 他也没想那么多 他就继续做 我没想到后来 那个女生就走进来 走进来他要到里面的厕所 他本来第一个想法是说 不好意思 那里面的厕所是我们在用的 没有给家属再使用 他就想算了 反正这么早 也没有别人 那就让他进去吧 他就在弄弄弄弄 都弄完了之后 发现还没有出来 那不对啊 进去怎么那么久 有没有可能会昏倒或什么样 所以他就有点紧张 赶快跑进去看 结果发现 里面是空的 这时候他就紧张了 然后OK 下午的时候呢 他遇到护理长 赶快问护理长 他说他早上的时候 在哪一床然后看到什么 那护理长给他问他说 你告诉我哪一床哪一床 他就说哪一床 他就说好 那这几天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果不其然就是在那天下午 那个老伯伯就走掉了 然后后来他就说 那好吧那怎么办 那老师那个OK 我再去 原来那个 那个护理长有回了他一句话 他就说 你也看到了 然后那个年轻的那个 年轻的那个护理小姐才说 什么叫我也看到 那表示你也看过嘛 然后后来才知道 原来比较资深的学姐们 他在里面都看到过 那位就是好兄弟 那个穿短旗袍 红色旗袍只要在哪一床 大概那一床 大概在两三天内 就会发生一些状况 OK 那薛老师可不可以 简单告诉大家讲 在农历七月的时候 要怎么样自保 避免惹或上身说错话 或好或讲白一点 会碰到好兄弟 其实一般我常常建议观众朋友 就是你准备一个红包袋 里面放36粒的白米 一小撮的粗盐 然后欺骗的榕树叶 或芙蓉或墨草 都可以 你放心之后 如果你上有口袋 尽量放三口袋 如果没有 你就身上的口袋 真没有 那OK 女生我有包包 我就放包包里头 然后如果你去医院探病的话 那我就跟你讲说 你出来在路上 你就把它丢掉 然后回到家里头 最好再准备一份 以免就是后面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 发热 或者是可能像刚才讲 回去之后 发现有点不舒服的话 那你就把它放一半的热水 一半的冷水 阴阳水 然后把这个东西倒进去之后 拿来擦一擦 记得我们的眼睛 耳朵 鼻子 嘴巴 蹊跷 头顶 擦完之后 那个水 最好脚上面稍微再淋一下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做一个 近身的一个简单的仪式 OK 那除了刚刚夏老师讲的这些以外 其实在农艺区域的时候 心存沉浸吧 然后尤其不要乱说话 在很多的一些场合 很多一些地方 还有 那告诉你说 不要去闯一些禁忌的 不要为了要探险 去什么样一些地方 麻烦也听一下 好不好 你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非常谢谢 现场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 观众你有收看 在这种时 我们下次见 拜拜